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林燕报道 跟习座谈1.5小时后 美商界更看衰中国经济 有消息说 在15位美国企业领袖 跟中共党魁习近平闭门会议面见后 这些人非但未能减轻担忧 反而加重了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预期 到底在闭门讨论时 习近平说了什么 商界又怎样回应呢 中共官媒没有报道 这次会议的召开目的是 习想直接安抚外企 以及释放积极经济信号 但受访高管会后却坦言 生意仍然很糟糕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非常低 CNBC的撰稿人米歇尔 卡鲁索 卡布雷拉 Michelle Caruso Cabrera 3月27日在社交媒体X上透露 他刚采访了一名 刚参加过中国发展论坛 并跟习近平座谈的媒体高管 该高管匿名向媒体透露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 企业家们问了尖锐问题 而习近平一给予强硬的回应 习近平在会见时 试图向高管们保证 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 中国市场仍然对外企很重要 习安抚说 中国的发展 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但同时 习又反复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难 北京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会谈的框架 基本上跟习近平过去的表态 如绝不接受教师爷般 以止气使的说教同出一辙 在28日接受 CNBC财经论坛节目采访时 卡鲁索 卡布雷拉表示 现实是中国的商业环境 仍然很糟糕 而习近平却明确表示 北京不会放弃经济集中制 习的焦点 在扶持国有企业私企 永远是小企业 当高管们在会上提到私有企业时 习近平接话更正说 你说的是小企业 卡鲁索 卡布雷拉说 在北京看来 小企业永远不能赶上国有大企业 意思是 小企业不如国有大企业稳定 所以必须支持国有企业 那位首席执行官还透露 虽然会谈中多次提到私有企业 但中共党魁总是把焦点 又拖回到对主导经济的 大型国有企业的支持上 要是国家拥有和控制的企业 他们就喜欢 卡鲁索 卡布雷拉说 但这不是给中国经济增长开的良方 他表示 与会的美企从二三十年前 就开始在中国大举投资 但是现在的商业环境 已经跟这些企业刚进入时 完全不同 习要经济集中化 中国富豪 抛售私人飞机 根据卡鲁索 卡布雷拉27日在X上的发帖 跟习近平座谈的美企高管表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需要改变经济集中化的趋势 习近平还强调 中国的治理体制不会改变 与会高管透露说 中国富豪们普遍感到担忧 并大举抛售 视为炫富的资产 包括私人飞机等 因为在中国有钱很危险 现在他们正在试图把钱转移到国外 甚至还提及 他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 提供至少1000万个新就业机会 据悉 习近平在会谈中格外强调 台湾是一条红线 并称 中方不干涉其他国家的边界 所以 其他国家不应该试图干涉他们的边界 但事实是 中共却频繁侵扰周边国家 并仍在南海上霸凌菲律宾 台湾等国或地区的船只 资本从中国回流美国近期美股大涨 卡鲁索 卡布雷拉在节目中说 根据他的观察 由于美国商界不再投资中国 近期美国国内的资产配置 出现急剧增加的现象 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过去美国投资人也担心过日本 但并没有因为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 让美国受到伤害 难道美国一定会因为中国增速放缓 受拖累吗 考虑到现在有如此多的企业 在美国投资 卡鲁索 卡布雷拉表示 区别是美国当年并不担心日本 但是现在担心中共打台湾 他提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正在关注 中共对全球的新三样倾销 包括电动车 太阳能板和锂离子电池等 耶伦将在4月再次访华 拜登政府担心 北京为重振维米不振的中国经济 寄出的措施会引发大量低价商品出口 从而破坏全球市场稳定 面对中国房地产业危机 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拖累 中共一直把制造业放在优先地位 而不是解决最严重的消费不足问题 除了美国对中共的扶持政策感到不安外 欧盟打算对进入欧盟的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额外关税 理由是新的证据表明 北京政府正在为该行业提供非法财政支持 据路透社报道 许多外国高管在离开中国时 都抱持共同的谨慎态度 那就是在中国扩大业务的风险仍大于回报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